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 晚上好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欢迎收听调频106.6兆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文艺之声的广播故事会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丽娜 下面这个美好的夜晚 我特别想邀请你 和我一起抛开一切的烦恼和疲惫 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 静静地去聆听一个盲人女孩 追求梦想的故事 八年前 一个盲人女孩 独自坐上了从大连开往北京的列车 这是她第一次一个人离家 而且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了未知的未来 但是她还是毫不犹豫地独自前往了 因为这是她等了很久很久的一次机会 一次可能让她抓住梦想的机会 是的 这个女孩 就是我 我还记得我刚上盲校的时候啊 才不满十岁 那个时候老师呢 就天天告诉我们说 以后啊 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去学习推拿 因为这将是你们以后 唯一的出路 如果有人告诉你们说 你们 你们所有人 都只能做同样的一件事情 去过同样一种人生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真的不明白 人生怎么能够刚刚开始 就能够看到结局呢 我为什么不能像其他人一样的 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去做梦 如果我连做梦都不行 都不敢的话 还怎么能弹上梦想实现呢 那是2006年的一天 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啊 我在网上呢 看到了北京的一家公益机构 它可以帮助盲人朋友 学习播音主持 哎呦我特别兴奋 其实那个时候 我一点也不了解 播音主持是什么 它需要什么样的一个素质 可是我就像抓住了 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还是欣然地 放弃了所有的工作 踏上了来北京的列车 我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一个新的开始 现在呢 我还特别清晰地能够回忆起 第一次上 不音主持课的情节 应该说 那是我人生当中 真正的第一堂课 当老师发出 第一个声音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被 他的声音吸引住了 第一次知道 原来声音可以 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而且让你觉得不舍得 去触碰它 就因为这些 我爱上了播音 我开始拼命地去练习 每天除了睡觉之外 可能所有的时间 都在摸着盲文 去练习每一个字的发音 确实累 但是我觉得很幸福 因为终于看到了希望 因为我终于找到了 我最想要的东西 后来呢 我参加了一个朗诵比赛 我是他们当中的 唯一一名盲人选手 而且获得了一个 还不错的成绩 一个二等奖 之后呢 有一位评委 他找到我说 哎 我是靳一丹 你想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吗 我天哪 你们知道 我听到这样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那是所有播音人 心中的梦想 对不对 那是所有播音人 心中的电堂 对吗 所以我当然想去 一个 我特别记忆 犹新的冬天的清晨 一达老师 他拉着我的手 走进了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的直播间 我坐到了 电台的话筒前 又完成了 我生命中的 又一个第一次 那天 我真的 像得到礼物的孩子一样 我觉得 特别的兴奋 全世界 都听到了我的声音 我想说 曾经不懂事的时候 我也抱怨过 命运的不公平 但是我现在 不这么认为 我会觉得 命运不管如何 它不会把你 逼上绝路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我真的 能够看得见的话 可能就不会 像现在这样 真的去寻找一种 不一样的人生 今天 是2014年的 10月4号 跟我当初来北京 是同一天 站在 我是演说家的舞台上 透过手中的 这支话筒 我特别想对 所有的市长人士 说一句 命运虽然给了我们一双 看不见明天的眼睛 但是 它并没有给我们一个 看不见明天的未来 我可以接受 命运特殊的安排 但是绝不能够接受 自己还没有奋斗 就过早地被宣判 不要把自己的梦想 逼上绝路 要相信 你的潜能 比你想象中 更强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